前所未有的动力 崭新的PETRO NAS PREMAX 95 富含PRO DRIVE 我觉得我来对地方 好好玩哦 就算是很多C segment的Sedan 都 很多同级的C segmentSedan 都未必做得到 XX那个玩笑到我 自从Toyota的新任的社长 Akyo Toyota 走马上任以后 Toyota 这个意向来给人家 平庸印象的日系品牌 再度重拾了80-90年代的热血精神 在推出了Toyota GT86以后 新推出的TNGA模组化平台 更是拥有低重心 还有高杠性的特性 而基于这个平台打造的新车 更是让人拥有 丰富驾驶乐趣的印象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试驾的是 Toyota Malaysia 在CHR以及Camry以后 所带来的第三个TNGA车款 那就是新一代的Toyota Corolla 新一代的Corolla在我国有两个版本 售价方面大家可以参考上方这个列表 而我们今天借来的这个是顶级版的G-SPEC 它的售价为136,888令吉 我国的新一代Corolla 在前脸造型部分 它采用的是欧规版本的设计 在外形上乍看之下有一点小一号Camry的感觉 整体比较成熟 那虽然说是成熟 但是原厂还是导入了许多相当激进的 一个锐利式的印线条设计 整体看起来稍微有一点运动化的感觉 而这一个设计其实也是Toyota最新 被称为Kine Look的家族式设计 包括这个超大型的进气格山设计 是Toyota近期的一个Signature 也就是它的招牌 这个前脸其实在我眼里看起来是相当的帅气的 而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个G版本 它所采用的这个LED头灯 这个LED头灯还被有自动远近光灯的设定 车侧的部分我相信是这一次 这个新一代COROLA相当不同的地方 从镜头可以看到 这一回这个新一代COROLA 它的整体设计相当的低矮 包括车身也是整个感觉上比较低趴 而这个车顶的线条呢 也是变得更为流线型 在运动化之余呢 我觉得也带出了非常年轻化的一个气息 但是Toyota Malaysia还是有照顾到 COROLA在我国市场的主要消费群 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在车窗的部分呢 它还是有导入这个镀铬四条的设计 提升一丝贵气 那这个G版本它采用的是一个 17寸的多幅式轮圈设计 搭配的轮胎是Michelin的Premacy 配置相当的不错哦 在车尾的部分 新一代的COROLA也是采用了一个相当锐利的设计 其中我个人很喜欢的部分是这个立体式的尾灯 它的这个LED灯条看起来非常的有质感 然后这边还有这个镀铬四条 整体看起来在年轻化运动化之余呢 又有一个成熟稳重的感觉 那我们现在就打开这个尾门看一下 我这里面已经装了三个尺寸不同的行李箱 我现在就拿出来给大家看 这个拿不到我先拿这个 这个是大型的行李箱 还有一个稍微比较小一点的 以及一个hand carry尺寸的行李 这三个只是我随便这样排一下 它都能轻松放下 所以我相信要在一家大小的一个行李 应该不是问题 那我还要给大家看的就是这个 它的这个下方 Dodad Malaysia 非常的有诚意 它给我们全尺寸的备胎 而且它的这个轮圈还是和外面一样的 17 寸轮圈 新一代的 Corolla 它是基于 TNGA GAC 的底盘打造 那我国版本的这个 Corolla 它的动力配置部分呢 它是搭载于一具 1.8L 的 Dual VTi 自然进气引擎 这具引擎它的最大马力为 139 PS 分子扭力为 172 Nm 搭配的是一具可模拟七速的 Shiftmatic CVT 不断速变速箱 原厂并没有公布官方的 0-100 加速的成绩 但是根据我们非官方的一个测试呢 它的 0-100 的加速成绩大约在 10.5 秒左右 新一代的 Corolla 它的内装部分也是改变相当的巨大 那我最喜欢的部分是它这个仪表板的设计 很年轻化也很有质感 相比上一代 Corolla 塑胶感稍微重的仪表板设计呢 这个它的质感可是说是提升了许多 其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部分呢 它其实是采用了一个类似 有点像皮革 但是其实是 Soft Plastic 的一个设计 然后这边还有真的缝线处理哦 那中间这个中控台部分也是我相当喜欢的一个部分 因为它采用了一个悬浮式的设计 但是 我国我不明白为什么 就外国的这个悬浮式唱机来到我国 它后方多了这个盖之余呢 前方这个面板非常的巨大 但这个唱机非常的渺小 这个边框非常的粗壮 我只能用一个表情来形容那就是 OK 那我现在伸出的这个顶级版的 G 版本呢 其实它配置是相当的丰富 像是前方这个仪表盘呢 它就采用一个7吋的 Digital Meter 有两种的介面可以选择 至于这个部分呢 相比入门版的那个 E-Spec G 版本它是采用了电子手刹 还有这个 Auto Hold 功能的这个配置 这边呢还有这个无线充电插座 但是最有诚意的部分还是在上方这个 Toyota Safety Sense 主动式安全系统的 这一个主动式安全系统 它其实它的那个功能相当的完整 它有自动紧急刹车 车道维持辅助 车道偏移警示 主动式定速巡航 以及自动远近光灯的功能 它的主动式定速巡航呢 我觉得个人觉得相当好用 因为它多了这个车道维持辅助的功能 所以基本上算是一个相当basic的半自动驾驶了 根据我们亲身测试 在高速公路上 它是能够跟着那个路线走 就连转弯这个方向盘 它也是会自行摆动 但是前提是你还是必须要 扶着这个方向盘 毕竟这一类主动式安全系统 它其实只是一个辅助 并不是说它可以完全取代司机的这个角色的 作为家庭车 那我们自然要讲一讲后座的部分 首先我就说一说 新一代Corolla 在后座的这个空间表现 那因为这个新一代Corolla 它的车顶线条比较低矮 所以这一回坐在这个Corolla 里面呢 最为显著的改变就是 这个头顶空间会稍微比较紧凑了一点 但是其实因为它的这个车窗设计 空间感还是有的 所以你坐在里面其实也不会说有压迫感 你还是可以很舒服地坐在里面 它后座的这个门板这些还是 导入了大量的软塑胶 还有我个人相当喜欢的这个padding 这个靠手的部分呢 它其实是采用了一个质地很软的皮革 加上它这个设计其实够厚 所以我可以很舒服地将手靠在这边 这一回这个新一代Corolla 它的这个座椅设计的支撑性做得相当的足够 我个人是觉得有一点偏向欧系车的感觉了 就是强调那个包覆性 对于你后背的这个支撑性绝对是有的 它这个下方的这个座椅呢 它完全是全尺寸哦 就是它这个长度非常的够 然后高度也非常的够 所以它能够很完整地支撑我的脚 我相信这一辆车会是一辆坐远途 可以坐得很舒服的一款车 所以现在我就要列出我喜欢Corolla 还有不喜欢Corolla 的地方 Toyota Safety Sense 漂亮的LED头灯 支撑性还有舒适性都非常好的座椅设计 无线手机充电插座 前后行车记录仪 造型非常复古 然后相机了电视机盒的唱机 这个非常可爱的小唱机 它并不支援Apple CarPlay 还有Google的Android Auto 但是Toyota还是提供了一个被称为T-Link 的手机程序 它的操作原理有点类似Mirror Link 但是一辆C-Segment 十多万的C-Segment 你给Mirror Link? 估计应该是同机中最小的置物格了 OK 所以我现在就开着这个新一代的Corolla 那既然它有T-NGA 还有Double Wishbone 这个两大神器 自然是要来到这个山路 试一试它的伸手 那我现在还在山脚下的这个大路 马来西亚这个New Corolla 它所搭载的这一具1.8L的自然性轻轻 它的最大马力为139PS 峰值扭力172Nm 这样的一个数据 如果你拿它来和其它东西对手来相比的话 你可能会觉得好像很逊色这样 好像不够特殊 但其实我现在在开着这个 其实算是一个上波路 我可以说的是 它的这个动力表现其实并不会太过逊色 可能一方面它的这个Super CVT 它的那个反应很积极 就是我只要一踩油门它就会给你那个力 它的那个感觉让你觉得这两层很轻快 你并不会有那种缺乏激情还是缺乏加速感的感觉 好像我现在假如说我现在要隔一这台车 我只要踩大油 你还是可以听到那个CVT的声音 但是其实那个加速感还是有的 而且它可以给到你足够的信心去进行超车也好 再加速的动作也好 对我来说啦我觉得 平时你这样日常驾驶的话 这样的一个动力表现绝对是足够的 因为我之前不久前我才开到Subaru的CVT 我觉得SubaruCVT在这一个方面 这个模拟是做到非常的逼真 那我觉得这个Corolla的这一局Super CVT 其实它的表现已经很接近 也是就是模拟到很自然的一个感觉 打开这个Sport Mode 或者是用我用这个Pedal Shift 它其实它的那个换挡退挡 它都有一个顿挫感 还相当的真实的一个感觉 我个人是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设定啊 我是很喜欢的 然后沥水方面也是这个动力表现 我现在已经是开到一个超过一个 100XXX的一个时速了 完全没有问题 那我现在就来到一个弯道了 我们要开始我们的山路挑战 我用这个Pedal Shift 其实还蛮好用的 感觉这个弯 它的那个底盘 底盘的那个 整个感觉很紧凑 然后其实这个New Corolla 它的那个悬吊设定啊 你还是可以明显的感觉到 它是偏向舒适的 它的那个行程设定非常的软 就是我过一个稍微不平坦的路之后 它还是 你还是会感觉到那个 上下的摆动 但是因为它的这个底盘 这个TNG TNG的底盘 还有它的车身刚性非常的高 所以整个车子啊 还是很稳定的这样子 经过这些不平坦的路 好像我过这个弯 其实整个感觉是很一体 好像我现在过这个几晚 天呐 很难想像我是在开着一台Toyota 然后处理过滤在碎震方面 也是做到很好 因为其实它的悬吊是偏乱的嘛 所以过滤甚至没有问题 但是我会觉得因为这辆车的重心 低了很多 所以好像我过刚才类似那种波浪式的这种 路面的时候啊 它的行程我会觉得那个悬吊行程蛮短的 就是一下就马上上了 和以往的 日系轿车的那种 偏舒适的那种设定 就是行程比较长 然后可能会稍微有点摆动 没有 在这辆新的Corona完全没有 它感觉上就是比较 有点类似那种 如果你知道 如果你玩过改装车的话 它有点类似那种 已经是换过 换过那种运动悬标的那种设定 就是它回馈的感觉非常的快 我个人是相当喜欢这样的一个设定 还有一点我必须称赞的是它的这个自动 它的这个刹车系统 它的自动的那个行程啊 调教的刚刚好 它并不会像上一代的那个Corona Altis 这样一踩就那种典型日系车的那种 点头的感觉 它没有 它反而是有点接近欧系车的那种 就是它是比较平顺 比较Progressive 的一个表现 但同时它又可以给到你信心 就是你急踩刹车的话 它还是能够及时停下来 整个感觉 不止对司机啦 我觉得对乘客方面也是 蛮不错的 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自动表现 感觉上会比较舒服 你不会一直点头点头 然后就比较容易晕车之类的 我不会说这辆车是很运动化 还是很性能 偏向性能的一个车啦 但我会说它是一辆很有驾驶而驱的车 这样的一个表现也让我想起了Mazda 3 对它的这个整体表现感觉上和Mazda 3很像 我觉得和我的OC的C-Segment轿车讲 我更喜欢这样一个 它的这个车体的感觉是比较 比较有那个Flex的感觉 比较有扭动的感觉 我其实反而更喜欢 在这样的路段我反而更加喜欢这样的设定 因为太过硬邦邦的话其实 你会少的那个乐趣 而且你过弯的时候 你也比较难做到你要做的那个 那个线 相反的这样的一个底盘设定呢 反而更加好玩 OK 这一具动力组合 在斜拨上还是需要打开Sport mode 又或者是用这个换挡拨片 我会觉得如果这个Corolla的悬吊 如果可以再稍微硬一点的话 会更加好玩 但是我们都知道因为其实Corolla 它就是定位在一辆C segment的家庭轿车 所以原厂会采用这样的一个悬吊设定 其实也是情有可原也是可以理解的 而且其实这样的一个设定 反而会带出另外一种的乐趣 那就是其实车子这样子稍微有点Body Roll 其实感觉还蛮好玩的 尤其在这种紧凑的玩到的时候 虽然说现今的汽车市场已经被SUV给占领了 但是其实我国的C segment Sedan 这一个级别呢 竞争力还是相当的激烈的 所以可以看到在这个级别上 各品牌的车款呢 都是以丰富的配备来吸引买家的注意 今天你问我 用136,888令吉买这台Corolla值不值得 我个人是觉得 这个还是回到一个根本的问题 那就是你今天买这一台车的需求是什么 如果你在寻找一台可以舒适的 载着一家大小的一个Family Sedan的话 那我觉得你可以看一看这个新一代Corolla 因为它在乘坐舒适之余 它还给到你一个惊喜 那就是相当丰富的一个驾驶乐趣 而这一点我本身是相当满意的 前所未有的动力 崭新的PETRONAS Pre-MAX 95 富含ProDrive